連鎖健身中心書息部 星期五突然宣布要重整業務 會暫時全線結業 有工會就估計超過700名員工會受影響 以平均一人3萬元的人工來計 涉款超過2000萬 員工早上才知道公司結業 有大約30名員工下午來到勞工處求助 有人就說東家突然間結業是不負責任 完全沒有對過我們的員工有任何的交代 而那一份的通告 在我的個人理解來說 只是一個拖字缺 就是在9月1日的時間 公司仍然出現一些信息給我們 就是叫我們繼續去俗稱的跑數 找生意 甚至乎有些客人是昨天還在付錢的 我覺得這個是首先除了對我們員工 一個不是很好的交代 另外對客人也絕對不是一個好的交代 因為他們都是輔助 我也不好意思說真的 跟著我買糖 然後我也不知道公司會倒閉 如果說真的知道的我就叫他們不要買 工聯會就說大部分員工 都是由公司網站知道結業消息 擔心市道不好會影響生計 他們都涉及欠薪 強積金和假期補償等問題 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就說 員工暫時未知有白武士接手 但是根據過往的經驗 估計新東家都會斬攬 結束舊有的業務 呼籲其他員工盡快去到勞工署登記 M 盟 M aproximadamente